老板 我上买这件 不好意思啊 美女 那那裙子没有你的马了 那好吧 喂 老公 你在哪里啊 我在外面逛街呢 对了 晚上那个聚会 你就不去参加了吧 又不去又不去 干脆以后都别去了 不是 老公 你听我说 喂 干什么说 哎 美女 你怎么了 怎么还哭了呢 老板娘 不瞒你说 我老公那个人其实挺爱我的 他今天有个重要的聚会呢 想让我去参加 但是我太胖了 都165斤的 肚子这么大 屁股又那么肥 一般的衣服裤子啊 我都穿不了 本来想来买一件 可是又没有我的马术 我都拒绝他很多次了 他这次是真的生气了 就帮帮我吧 哦 原来是这样啊 不过那条连衣裙啊 确实没有你的马了 但是我们家还是有很多衣服裤子啊 你是能穿的 要不你进来我帮你重新大被套 真的吗 真的有我能穿的吗 当然有你能穿的啦 我们这里啊 可是专业的大马里头的店 像你身材本来就不是很好 你穿这种旗袍把你的缺点全都无限放大了 嗯 这样吧 刚好我们家这个新款的模式不到了 这个可能很好穿的 而且很显腿瘦 它又是高腰伸张的 大肚子能遮起来 腿啊 油穿的越来越直的 嗯 那行 我相信你 嗯 我带你带个上去 嗯 爸爸娘 我这样穿真的行吗 当然行呢 你看你穿这次整个人都变了 感觉瘦了一圈 不过你家这个裤子确实蛮舒服的 别的不说 这弹力很大 穿着也不勒腿 像我这个大象腿啊 穿起来一点感觉都没有 而且腰头特别高 这大肚子大胖宽啊 总算是有救了 对呀 以后啊 你要选对版型 不合适的衣服就不要穿在身上 知道不 不过我还蛮喜欢这一套的 简单又低调 那这个裤子贵不很贵啊 不贵啊 这条裤子啊 现在才59块9 你就穿这一套去参见你老公的机会吧 那行 你给我多包几套 我以后换着穿 好